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炮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张大生炮新闻进行了单元陆续登场 退役少将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教授 陆续已经很久没到我们节目之中来 我们分享他的所知所见 今天我们的主题比较有一个特别的安排 他必须在今天以及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11月20号这两集连在一起才说得完 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呢 你一听就会觉得也许说十集都说不完 题目叫on bullshit on bullshit 我们常常会借用美国的这个理语 来说他人说什么呢 只要是他人说了我们认为不以为然的话 或者是不同意的话 或者是觉得是吹牛的话 或者是不真实的话 大概我们都会说you are bullshit bullshitting 嘿这是bullshit 你真bullshit 大概是这样 但是他究竟应该翻成屁话 还是放屁 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物理性的放屁或者是屁 他一定有一个精神性的内容 而我们今天正式要介绍一位跟精神生活有关的 也就是一位哲学家的观点 他叫Harry Fankford 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on bullshit 翻成中文是放屁 名利双收的鬼话 这个鬼是鬼谋鬼迹的鬼 究竟这个书里面提到的这个满天飞的社会屁话 在我们的日常当生活当中 我们又该如何认识他 或者戳破他 或者是理解他来自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来陆续 大家好 大专好 美国哲学家也是Princeton大学道德哲学的荣誉教授 叫做Harry Fankford 他曾经说过 放屁远比说谎更严重 是真实 truth 是吧 更大的敌人 那么来谈谈Harry Fankford 他因为最近不久前了 不久前过世了 是所以我想用那个报纸 有一个报纸的标题 非常很难开口的复文 那个obituary来讲他 另外这个别的报纸都没有他的惊悚 这个报纸是华盛顿邮报 还是个很保守的报纸 但是他这个标题很 怎么说呢 我就念一遍好了 那个标题就是Harry Frankfurt Philosophers of excrement level falsehood 这个字要解释一下 是就是排泄物等级的虚假虚位 94岁过世了 所以这个标题 这个不小心看 还会以为他的哲学研究很差 排泄物等级 那事实上不是 那事实上不是 是因为他这个 你刚刚说的那本书 那本书 那本书在2005年的时候 是美国这个纽约时报 畅销书排行榜 27个礼拜在排行榜里 半年了 超过半年 超过半年 而且还得过第一名 的一本书 是 那这个书里头 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放屁 这个bushet 英文这个后面的 那个s开头的字 是排泄物 是 所以 哈盛顿游报用 这样子的标题 其实是向他致敬的 并不是在讽刺他说 他就罵他 对对 excrement level falsehood 对讲虚假 因为你刚刚讲 不在乎真实 就是他对这个bushet 有一些意见 所以当时就决定做这个论文 那实际上这个论文很早 他就发表 是在1986年的时候 是 1986年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在耶鲁大学 他是耶鲁大学的哲学系主任 是 那哲学这个研究所 我们都是念过研究所 研究所有一个课 是为了让研究生 不要只钻在自己 那个论文里头 所以叫做书报讨论 希望让学生比较 有多元的认识 是 所以他在书报讨论的课上 他觉得他自己有责任 也来讲个题目 他就选了这个 bushet on bushet 论屁话 还是做题目 那讲完他的反应 学生反应还不错 后来想想他干脆把它写成论文 是 所以就在同年1986年 他就把它发表在一个 很小众的一个 哲学论文刊物吗 对对对 叫Rariton 我以前其实是 所以他把它当 就是这本书 还没有是一本商业上面 发行的书之前 这个on bushet 等于是一个讲义类的东西 是 给他的研究生的 因为他是系主任 然后 所以等一下我会报告 这个书的内容 他里头有一些议题 他还留了给学生留着尾 那当然变成书以后 他就变成给我们读者 我们等一下再说 但是我们在说这个书之前 我觉得 他自己做什么样的研究 我觉得蛮跟他后来会讲这个题目 给学生讲的题目有关 所以我想我先要 介绍一下我所知道他做的 Harry Frankfurt 对 这个哲学上的研究 是 所以他本来 他念哲学博士的时候 他的主题是迪卡尔 哦 是 照他自己说法 因为后来有人问他 说他为什么研究迪卡尔 这个我以为他会说 这个迪卡尔 他认为很伟大 我觉得他蛮诚实 他说迪卡尔的著作最薄 比较好读 他后面的一句话没说 但是我这么猜 对 我跟你一样 我觉得比较薄 然后所以他起先是做迪卡尔 尤其是迪卡尔的有关理性的 这个讨论 所以他最早是做这个 然后后来呢 这个他最先出的书 就是迪卡尔的理性的书 然后他说他后来 因为在做完这个迪卡尔 写了书以后 他觉得他要做什么 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 蜀本华的 有一句话 然后他觉得那句话有问题 所以他后来扩大他的领域 就谈到了这个自由意志 这个freedom of the will 自由意志 和这个道德责任等等 所以他后来在国际哲学界上 我所读到的他有很知名的贡献 是关于自由意志 他不认同蜀本华 那特别他还讲了蜀本华的那句话 就是对他有意见的那句话 那那句话 我先试着说一下 翻译成中文 我因为不会德文 我读的是德文翻译成英文的 这个话 他说人能够做他想 做的或者想要的 可是不能要他所想要的 这么一句话 人能够做他想做的 但是不能够要他想要的 是 大概 我觉得大概这个是这样子的翻译 那这句话会隐身什么事呢 我用一个我比较认识的人 因为这个我是物理系毕业 所以这句话 我觉得最有名的 用这句话的人 应该是爱因斯坦 因为爱因斯坦曾经在 这个他写 我眼中的世界的时候 也引用了蜀本华的这句话 因为这个爱因斯坦 这个用的这句话的英文 大概就是我刚翻译的意思 他说 a man can do as he will but not will as he will 在爱因斯坦那篇文章 那为什么我觉得用爱因斯坦的话 比较让我容易懂 因为爱因斯坦在这个 the world as I see it 我看到这个世界以后 用这句话后面 他认为没有自由意志这个东西 支持蜀本华 所以他后面就说了 这样的话他的道德压力比较少 因为一切是命定的 命定 决定论 这个determine 老天爷 or whoever 或者是神 对对对对 总之就是不是由自己所能决定 是是是 所以所以这个爱因斯坦 觉得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爱因斯坦做了很多 他不希望有责任的事 我现在说的不包括原子弹 因为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是1931年 原子弹还没出来 他没有原子弹 他做了别的事 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谈 不谈不谈这个东西 所以那法兰克福教授呢 觉得这句话有问题 他不认同这个没有自由意志这件事 他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那也因为有自由意志 所以就会有这个道德责任 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当时曾经写过一篇论文 论文的名字就叫做 freedom of the will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erson 就是人的概念 对对 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和自由意志的自由 freedom of the will 的这么一篇论文 他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论辩里头 他在国际哲学界还蛮有名的 就是他有做举一些案例 叫做法兰克福案例 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为其实有些案例 那个深度 我到现在还不是真的 有把握说我真的懂 因为有自由意志 所以他把那个刚才 舒本华的话 这个把他稍微修了 他这么说 他说他认为一个人 可能要他想要的 正像一个人有可能不想要 想要他实际上想要的 等一下 你这是绕口令 是 好像绕口意 你要再慢慢解释一遍 好 这里他举的例子 我觉得还蛮好 蛮适合我的 就是抽烟 我想要抽烟 我想要不想要抽烟 你想要戒掉烟 然后我想要不想要有想要抽烟的念头 最后这一句再说一遍 就是我想要脑子里根本不要有想要抽烟的念头 所以他在这个法兰克福教授的这个概念里头 这个欲望这个东西是有好多不同 人有太多不一样的欲望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欲望是有层次的 是 而且那个层次不见得是一个方向上 说我要我更想要 我太想要了 不能不要 这是一个方向 我想要 可是我又觉得我不该想要 是 是不是 我要阻止我继续想要 是 所以我是不是 那如果我能成功 我就是有自由意志的 我打断了我的想要 是吧 我不太有把握 我真的完全 至少我猜想 大概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以前抽过烟 是 所以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里头 他就把有效欲望 他把它叫做effective desire 是 什么是有效欲望 是最后我采取行动 让我采取行动 因为我脑子里有很多的欲望 是 那有一些欲望 是 想归想 我不能跟你说 也不能做 因为我反正没做 我反正没做 所以没有人知道 我心里其实 那么没有做的也归之于 effective desire 不算 因为我没有行动 我没有行动 所以 可是后来做了 或者是 去发展了 那个代表 那个叫做effective desire 对对对对 那个代表我的 好 这个名词有什么意义吗 因为跟我是什么人 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比如说我们 我们古人 其实也有类似的话 我们古人 比如说有一个 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 言也 人之不能言 何以为人 言之所以为言者 信也 言而不信 何以为言 这是我们公粮传里头 是 讲的 这是春秋 言而 对 言而不信 公扬传 言而不信 这个言就是要有信 是 人言为信 是 所以 我觉得他 这个法兰克福教授 对对这个自由意志的 这个认知 所以他在哲学 讨论上提出来 就是 这个 真正重要的自由 他觉得这真正重要的自由 不是 没有外在约束的自由 而是我内心不同层次 那个想望 欲望 欲望 进何 我的脑子里头去 这个可以 我自己在我的心里 去做辩论 然后最后我的行为展现出来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这个人 克制了自己的欲望 跟实践了自己的欲望 都可以证明 我是有自由意志 是 然后代表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猜测 他在当系主任 书报讨论课的时候 后来决定选 这么一个 这个 哲学家怎么会谈波讯 这是非常 超过我想象的 对不对 他会选这个 这样子的题目 是他对波讯 有特别的感受吗 决定说 我来在书报论 因为书报讨论的目的 是让我们这个研究生 对这个学问这些东西 多一些广的 这个见识 我觉得所以他会选这样子 多一些材料 多一些观点 然后也多一些思想 对对对 他觉得 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子 那么 接下来的这个 effective desire以后 我们要怎么去回头看bushit 是 因为我的行动 我的行动 是告诉大家 我是什么样的人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 安因斯坦觉得 没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对责任就可以 放松了 显然他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 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不管在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 包括讲话 也是行动 我讲出来的话 也是行动 所以这个话会决定 是 大家就知道 我们决定要讲了 这是出于自由意志 而这个话 被人听到了 他就有道德责任 是 是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对这个 bushit这件事就有 特别的想法 那我觉得他的想法 我用他这一本书的最开头一段话 我就试着翻译他这段话 来跟大家报告好了 这段话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们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就是有太多的批划 太多的bush 是的 那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了他的份 但是呢 我们倾向于认为 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 你他刚才用 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了他的份 这个份是share 是 不是 不要误会 我发音不好 对不对 对发音阴谋一样 对 是 他是用share 那大多数人 对他们辨认辟话 以及被辟话唬住的能力 都有相当的自信 所以我们一听就听得出来 这个是个辟话 是 这个太太常识太容易判断 是 所以我们很相信自己 辨认辟话的能力 是 所以呢 这个现象 并未引发刻意的关注 或是吸引太多持续的探究 是 也因此 我们对什么是辟话 为什么那么多辟话 或是辟话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并没有清楚的了解 对 因为他是哲学家 他最清楚 是 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位哲学家 是研究辟话 作为 对他的标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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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他 他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没有理论 关于辟话的理论 那因此我提议 我们现在想象是 他那时候是系主人 对 他在上课 对 对 他提议什么呢 我提出来说 我们应该要开始发展 对这个辟话的理论 的这个理论的研发 这学生们听到这里 一定都在乐 是 我们可以想象在研究室的 大讲堂里面 是 所以 所以 我为什么觉得说 那个他自己讲 说学生反应很好 所以把他学成论文 所以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 我就决定说 要在这里简单的跟各位说 我认为的 那个 什么是剥削 然后他跟不是剥削的 有什么样的不同 所以 那 因为剥削的种类非常多 这些现象是非常 非常广 非常多 意识的 很多问题 既没有被问 也没有被答 然后因此 这个他就开头了 开了这个头 要讲这个 这个剥削 好 那么 当他开了头之后 是 他的第一个 这个approach 会是什么呢 我先大概 综合一下 一分钟的时间 哦 哎 他里头引用到了 哲学家 诗人 小说家 这是文学的文本 各方面 他有哲学的 哲学的 各方面的 这个人的 关于 他认为跟剥削的有关的东西的论述 他都引出来了 那我会挑 这个 因为毕竟是整本书嘛 我只能挑 那难免可能有断装扯异的缺点 我等一下会做一些报告 台北FM98.1 News 98 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陆续登场 陆续是陆军的退役少将 也是前中正理工学院的院长和教授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论屁话 on bullshit 刚才提到了 不久之前过世 94岁高龄的哲学家 美国的Harry G. Frankfurt 他是一位研究bullshit的专家 正因为bullshit在哲学史上 是一个罕人有或罕见的题目 但是也就因此而使得 Harry Frankfurt的地位 或者说他的这个主张和见解 一发的重要起来 因为他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帮助我们去思考 在日常之中 我们多么相信我们有辨识真假 或者是是非的能力 而这种信任 是不是有可能 也是共办者去帮助那些bullshit的 一发嚣张 这是有可能的 我们来谈一谈 刚才我们说了 Frankfurt他有了很多材料 包括哲学的 文学的 诗的 小说的 是 所以他一开始就用了另外一个哲学家 那个哲学家的名字很特别 姓很对我来说了 姓很特别 因为他姓Black 姓黑 Max Black Max Black 对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 他一开始文章开头说没有太多人研究 那他就找到了有一个人研究很像 Bullshit的题目 就是这个Black教授 这个Black也是一位教授 那他当年写了一篇论文 那个论文的名字就叫做 The Prevalence of Humbug 这个字其实我以前根本没用过 不认识 Humbug 那这个Humbug 照我查那个字典 大概的意思是蛮骗 欺诈 梦话 这个吹牛皮 等等这样子的意思 那照法兰克福教授的说法是 这个Black教授可能因为比较文雅 他就该用Bullshit的时候 他就用Humbug 对他用Humbug 那他觉得Black教授选Humbug这个字 并没有太重要的跟Bullshit的差别 所以他从他的这个后面的论述 就是从Black教授这篇文章里 对Humbug定义开始 所以他就把Humbug教授对这个字 这个Humbug这个字的定义 他放在他这本书里了 他就说什么是Humbug呢 Humbug是意图欺骗的诗实陈述 Deceptive Misrepresentation 可是后面还强调了 Short of lying 离撒谎 还有一点距离 还没到撒谎 是离撒谎 还有一点距离的 这个意图欺骗的陈述 是什么东西呢 陈述这个说Bullshit这个人的脑子里的思想也好 感觉也好 情绪也好 态度也好 的这种的话或者是行为 叫做Humbug 是 所以这里头 他还不到lie的程度 对对对这里头关键 所以他后来就根据这句话 他就把里头的几个东西猜出来分析了 他第一个猜下来的就是这个Deceptive Misrepresentation 带有期望性的误解 识时的陈述 或者什么 误表达 就是我希望 错误的陈述 对对对 我希望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人 或我想要什么 可是我心里其实想的是别的东西 可是我讲出来的话是让你会 也许是带有修饰性的 这类的 总之是有一种期望性质 是 还有呢 是 然后Short of lying 他又把它解释了 就是这个比比撒谎又少一点 这个这个部分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 因为 好像撒谎就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 是 但是他又不见得是具备着那么多这个说假话的细节 是 是又不是很明显的假吧 大概还是或者错吧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是关于那个那个很夸视 用了很夸视的文字啊 什么行为啊 什么 他又也做了一个解释 然后最关键的在后面 他是说 是把我的思想 我的态度 我的感觉 做事实的成熟 目的就是让你要误会 这一部分他花了比较 这个 这个听起来很有趣 为什么呢 如果说是你做的失实的 不实的陈述 但是却是要我去相信 那么好像看起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认知的道德责任 是在我因为是我误会了 对啊 对啊 所以 所以 布屑的这个 这个东西 布屑的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品质 就是你没有撒 撒谎 你还离撒谎有一点距离 可是我却帮助你完成了 你要表达 我想要 对 原来你是不负责任 是 是 是 所以他在这里 总之是我们去理解布屑的时候 要从这个角度去 对 所以他特别讲 他说 失实陈述至少有包括两样东西 这个 一个就是 我在谈的那个东西 我 我 失实的陈述 另外一个就是我心里想的东西 我失实陈述 所以他认为 这个 这个 布莱克教授说 Humbug 或者是 他后面要谈的Bushin 至少这里头有这两件事 就是 我讲的那一件事 跟你自己的动机 这两个 至少 他认为是至少两个事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他接着举了例子了 让我会比较懂 然后 他举了 美国国庆 美国国庆 的演讲 我们也有国庆演讲 是 好 你先讲美国国庆 是 1986年的时候的事情 对 所以那应该是雷根时代 他没有讲人名字 这是法兰克福教授 这个我觉得有趣 我读到他的东西 他唯一讲有一个人名字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说那个人名字 那现在我们先说这个 关于国庆 他是讲的那句话 他挑了个美国国庆演讲的有一段话 放在这篇 这本书里 并没有说是哪位总统 没有讲 没有讲 怎么说 他这里说的是 他引的这段话 他说 我试着用中文翻译 他说我们伟大的受祝福的国家的国父们 在神圣的指引下 为人类创造了新的开端 他印了这句话 然后根据这句话 他来做了分析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美国的国庆是1776年的7月4号 是 在费城的那个大陆 所谓的大陆会议上 通过了独立宣言 所以他们用这个来 这个日做国庆 所以 弗兰克福教授 我相信他很清楚他们的历史 所以他应该大概很清楚知道说 独立宣言最后签署的56个人里头 有41个人是养奴隶的 所以独立宣言里头说 80%是违反他自己作为 超过 最后至少80 将近80 sorry 这个是迅奴的 所以他们真的相信 人都生而平等吗 那言行 我们恐夫是说 听其言观其行 我们看后来通过的宪法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 美国的国父们 不真的相信 生而平等 为什么呢 有证据啊 因为当初他们通过宪法的时候 养黑奴的人在民主选举里头 比较有民主 因为每一个黑奴 第五分之三票 可是黑奴自己没有投票权 是他的主人有投票权 所以假设我养黑奴 每个人算零点六票 是假设我养十个黑奴 你就有六票 我就有加我自己七票 对不起你不养奴是吧 对 那只有一票 我比你值六倍 这很有趣 这个我们原来并不知道 可是这是美国 所以他就后面分析这一段话 关于这个人讲 我们伟大的 受祝福的国家 这个讲话的人 真的那么宗教虔诚吗 受到神的指引吗 我们一般说来 在台湾现在 对于这样的话 就叫做干话 干不是一个太文雅的字 更不文雅 但是讲干话的干字 似乎也脱离了一般俗用里面的那一句 比较接近F words的意义 是 他变成一种 你讲那个没有用的 而且看起来就是假的 可是又不能指责你撒谎 那这跟你刚才讲的 可是你意图就是不对 意图就是有欺骗 是 而且他那个动机里面 刚才你讲 动机里面还有一种就是 你最好相信就是 你不必再追问了 那就是干话 是 可是大家一听还是听得出来 是 所以 on bullshit 就是on干话 也可以 也可以 是吧 好像也 我觉得你就不要再讲他是屁话 讲干话还蛮像的 2021年 2022年 过去的这两年里面 蔡英文也讲干话 她的国庆演讲 也讲了很多干话 她说中国路径里 没有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台湾真的是民主自由的吗 这个很奇怪 是 对啊 哇 这个庆祝男书 这个讲不下去 台北FM98.1 news98 98新闻台 今天以及11月20号下礼拜一 都是我们的陆续登场这个单元 退役少将前中正理工学院院长教授陆续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的题目从今天还有到下礼拜一都是on bullshit 论干话或者是屁话 刚才提到了这个 bullshit这个字的来历啊 但是他跟排泄物好像 虽然我们大家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不见得想要听到的 不过我猜想这个字应该有它可以分析的哲学上的意义 是这个是 都是那个讲的人漫不经心没有真的很在乎就这样子脱口而出呢 无心的 是 只是讲习惯了 是因为排泄物他这里说 他只是 it is merely emitted 射出来 或者倒出来 dumped 这都是法兰克福教授的话 不是我说的 我只是照他的意思翻译的 他说不对 他说 bullshit是有精心打造的bullshit 所以这个是非常 他用carefully 小心的 仔细的 审慎的 对对对 出来的 然后他说明 为什么他说 这种bullshit是需要有纪律的 是要有目标的 是会接受一定的标准限制的 是无私的 是无私的 还可以显示出无私的特质 因为他要让听的人 他要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 他要想的是那个听的人 他要让听的人怎么样 他的这个无私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我们那个做人的无私 所以他并不是纯粹表达自己的内在愿望 欲望或者是主张 是 他是更多的时候 他要顾及到听者是不是愿意接受 或者是想怎么接受 是 所以是这样的程度上 的出发点的 因为精心打造是有目的 是 所以他说了 他说什么样的事情是精心打造的 广告 商业广告 政治 还有公共关系 他挑这几个例子是很特别的 他举例 比如说广告 广告是经过市场研究的 政治呢 公共意见调查的 民调的 所以他在这里说了 说干话的人 对 我还是说不太惯 是为了达成这些目的来说的 我读到他东西 他几乎从来没有指名道姓说谁 但是他到了2016年的时候 Frankfur 对 我猜他大概是终于忍不住了 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 唯一的一个指名道姓 说 这个为了政治目的 说bullshit的人 他写了一篇文章 2016年当然是川普 对 因为那时候川普正在竞选 正在竞选 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个文章 他原来标题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Time杂志 因为Time杂志把登出来 应该是Time杂志定的标题 标题就是 Donald Trump is BS大写 bullshit 对斗点 Sexpert in BS 这个干话专家说的 对 干话专家说 川普正在说干话 那这篇文章里头 这个前面大部分东西我就不说了 我只挑一个是中间的重点 一个是他最后文章的结尾 因为这个就也可以回到他写的论 屁话这本书说那个屁话的坏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他说这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川普既是Liar也是Bullshit 这个有趣了刚才你曾经说这个Bullshit是离Liar 你谎言有点距离 有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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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现在说他既是一个Liar又是一个Bullshit 是是所以我猜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他会紧张了所以他说他认为川普的目的不在陈述事实而是在行述他的观众对他的信仰和态度 所以所以他跳出来写然后他在文章最后他说了一个他的话他说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毫无忌惮的说谎与放屁让人忧虑 这里我这个或者是说讲干话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国民中有很重要的一群人会那么热情的接纳一个如此不可救药的不诚实的人 你在说台湾是吧 所以很不幸他还真是忧虑是对的因为川普后来就当选了他讲这个时候川普还在进选他就觉得不对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他在这本书的里头最后讲这个Bullshit对这个社会对个人的不良影响 因为我们不再在乎真实是什么对客观求真这样子的事都没有了 因为因为这是他讲的美国了书的后面 当然也就是Francford的意思 可是怎么感觉他对台湾有长期的观察 对啊 也就是说一个又一个应该这样说 不分党派是站上台去是发表一些让我们觉得心情受到抚慰 而且这个同温城获得证实的这种干话是好像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面念之在之所需要的 而且是我们召唤了这样的人走上台面是不断的在讲干话是一个不够两个 两个不够五个 蓝的不够绿的绿的不够还要白的 是是是是是好像无止无尽 所以所以他在这个里头讲 我的体会就是从对真假的这个客观求真这件事 我们不太认为存在不太在乎了到开始我们怀疑真这件事 嗯 然后到最后就是跟你刚刚说的我们连真都不在乎 这个到我倒想要为未来的哲学家不管是台湾的或者是哪个地方只要他听得到 是 嗯 说两句 因为不需要等到bullshit这个字被广泛的哲学化以后 是 事实上犬儒 是 是那个synicism 是 这或synical 啊 他就已经在希腊时代是成为刚才你讲的干话的受益者所制造出来的希望变的一种结果是希望社会变那样是是就是不在虚无了吗对对对所以那哲学家呢 他在最尾巴就说到这样子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那一段我觉得还真是蛮蛮惨的嗯因为你 是真的真的真诚的真诚的也是真诚的那我们写信最后结尾通常都会写 你真诚的某某某的那个真诚连真诚都是 不懈不懈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就要回到 刚才我们一开始讲 爱因斯坦相信决定论 蜀本华认为没有自由意志 因为如果一切都是命定的 我不管怎么做 反正都会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连我都 不过你就没有 的确没有自由意志 当你的确没有自由意志的时候 你就绝对没有道德责任 对那什么事我也变得 因为他认为人 是一个受环境影响的 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 他用的是conscious being 我们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 我们的存在是因为外在环境 我们是随时对外在环境做反应的 所以他认为自知都是本来就很难的 所以我们的老子会说自知则明 因为自知应该是很难 有自己知道自己 自知之明 对对对 那决定论的人是 是决定一切都决定的时候 外面不可求的时候 以为我自己可以知道自己 他认为这个都不可能了 连自知都不可能 所以他结尾整篇这个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真诚本身就是一个干话 对当我们容许干话那么多到之后 现在我刚才听你说的最后的这一句话 也就是真诚本身就是一句干话 已经在不知道多少年来 充斥在我们的社群媒体上 大家的感态好像都是如此 是不是 是 好 在关于今天我们讲到这个 on bullshit 虽然是一位刚刚过世的哲学家 他的提出的观点 但是作为一个在台湾生活的公民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结论吗 我今天还没办法结论 我知道下个礼拜一还要 导向结论你会想要说什么 他有说稍微讨论 那个为什么干话那么多 因为光抱怨讲干话好像太消极 所以他有讨论干话为什么那么多 然后当然他也留给学生有一些问题 是他认为 因为他这本书本来就只是个 只是个讲义 对 所以他里面有给学生出的题目 感觉是 他没有写那么白说 你们回去做功课 没有没有 他只是说这个可以还要往下探索 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就从这个干话 1986年 他就已经说干话为什么那么多 的这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隔了快40年 我们现在离1980年 还有三年 就是40年 是 我们就再来谈这个为什么干话那么多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多了 有哪些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有可能用两个字吧 思潮 有一种看起来隐隐约约有共办的思潮 在推动着人们既需要干话 又相信干话 而且自己也不停的在说着干话 知道 Bullshit 唔不停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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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